日本媒体报道说 日本外相岸田文雄 预定在4月底要访问中国 来与中国外长王毅举行会谈 这次的中日外长会 将会讨论哪些议题呢 我们下面要继续通过Skype连线 请美国基因驻日本特约记者小玉 来为您报道有关情况 小玉你好 玉文你好 是 又一次的中日外长会了 这一次大家都想知道 到底能预期什么样的具体成果吗 是的 玉文 那么日本媒体报道说 日中两国目前正在协调 由岸田文雄在4月29号访问北京 30号与中国外长王毅举行会谈的事宜 那么大家关注的这次会谈 会讨论哪些问题 预计主要将讨论朝鲜核问题 以及中日关系 日本方面将提出 敦促中国尽快重新启动 中日高层经济对话 以及在日本举行日中韩三国首脑会谈的一些日程问题 另外 日本方面还会提到 中国在南中国海活动的一些情况问题 另外 这次会谈呢 是自去年11月以来 再度举行日中外长会谈 会谈的会取得哪些成果 目前还很难预料 我们知道最近中日两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对立 日趋尖锐 导致日中关系呢 也出现了一些停滞状态 今年的日中外交日程呢 陷入了停滞状态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举行的这次外长会谈 日本方面希望能够尽快促成日中高层经济对话的重新启动 但是现在看来这个情况能否实践还很难预料 另外 岸田文雄在访问北京之后呢 还打算访问泰国缅甸以及越南等东盟四国 那么在这期间呢 预计还将与这些国家讨论南中国海的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 中日两国现在出现了新的南中国海问题的对立 但是中国政府呢 没有像以往那样完全关闭对话的大门 日本媒体认为呢 看来中国也不希望日中两国的关系呢 再度出现恶化 预文 再度出现恶化